以下是有关于遇到挫折前进时的正念练习 伙伴您好 当您遇到挫折的时候 是怎么样让自己度过那一段难熬的时光呢 接下来的练习 将有助于您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能够让自己具备复原力 让自己能够从挫折中再站起来 首先邀请伙伴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做好 感受一下您的臀部与椅子 或者是垫子 碰到的触感 肩膀放松 背脊挺直 眼睛可以闭起来 也可以微张 不聚焦地看着前面 两只手轻松地摆在身前 也可以自菜地放在膝盖上 感觉一下 身体正以这样的姿势 坐在这里 感觉一下您身体的重量 把您的身体交给椅子 或是垫子 把您的心 带回您的身体里 接下来邀请伙伴 留意 留意您的呼吸 注意气息 在鼻端的一进一出 或者是随着呼吸 小腹的一起 一伏 吸气 吸气的时候 您知道 您正在吸气 呼气的时候 您也知道 您正在呼气 自然的呼吸就好 不用刻意的去控制 接下来邀请伙伴 开始去想一想 这一次所遭受到的挫折 绝察一下挫折 对您的冲击 所引起来的 包括当下心中的想法 情绪 以及身体的感觉 以正面开放 而不评价 客观 如实 第三方的态度 去觉察 当下 此时的情绪经验 让发生的情绪 自由的来去 不要刻意的去压制 也不用去改变 或评论好坏 更不需要去掌控 去抗拒 这些情绪经验 允许自己 在当下 可以如实 觉察到 整个情绪经验的整体 去面对它 而不是去限制它 开放 寒容 自己所感受到的悲伤 挫败 焦虑 或者是紧绷 重点就在于 你觉察情绪 是在你身体的 哪个位置 例如当你 想着这次的挫折感 感到委屈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胸口 好像有点闷 或者因为这个挫折 所导致的焦虑 紧张 这个时候肠胃 会不会有紧缩的感觉呢 邀请伙伴 就是客观 如实 去观察 身体这些不舒服的位置 把它当成 是一种生理的感受 就像是我现在觉得 胸口有点闷闷的 我的胃肠 有点紧紧的 就是一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吗 一种生理的感受而已 并不代表 我这个人 并不代表 遭受挫折 就是我这个人的失败 就是我很糟糕 就像我们在地上 仰望天空 看着天空的白云 飘来又飘走 挫折情绪 所导致的生理上的感受 其实就像天空的白云一样 会来也会走 会来也会走 当您能够清清楚楚 感受着每一个情绪的升起 即消失 觉察到情绪的无常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 与负面的情绪 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果你越想赶跑它的时候 它反而越会盘踞在你的身体 赶着不走 但是如果你只是客观 如实 接纳 含荣 这些情绪 你就会发现 它对你的影响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情绪也许很糟 但就是一种生理上的感受而已 不是我这个人很糟 最后邀请伙伴 再把您的注意力 温柔地带回到您的呼吸上面 吸气的时候 知道您在吸气 呼气的时候 也知道您在呼气 随着对呼吸的专注 把您的身心定毛下来 含荣 接纳 当下的一切 当您准备好的时候 随时可以自在地 张开眼睛 来结束这一次的练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